大家晚安囉 今天的這個魔爪是Vic請的好不好 晚上好晚上好 我先抽獎啦 抽這個 有沒有 這是袋子 然後裡面內容物是這樣 有沒有 這個是抽兩個 好這個是那時候去日本那個影片裡面的 所以我要抽一下 那抽獎的關鍵字是1961年 你有附上你的email才可以 因為我才有辦法聯絡你嘛 那我們要抽兩名 開始求救 哇 跑完了 抽獎結果 欸 恭喜這個 幻視賊 跟林松慶阿慶 恭喜啦 剛剛有沒有去看那個 那字節 你們有沒有看那字節 網路上 很多人都在留言說 你不是不買那字節 你不是說不賣 你看我買了一定要賣就對了 我可不可以買來不要賣 奇怪 不然我跟你講啦 我們沒有把車買回來 實際的體驗 檢查 試開過 我們哪裡有立場批評人家 你們這些酸 酸民 對不對 那黑 都在網路上說人家爛 你們真的擁有過嗎 我告訴你 此刻開始 我已經擁有了 我以後可以 大獎特獎 怎樣 要讚是不是 我有開過S5 哈哈哈哈 其實就算他那天來估 是自排的我也會買 其實不是手排的問題 想說 遇到一個機會 然後買回來實驗看看 我是秉持著實驗的精神 不然到處說人家爛 我們怎麼有立場 所以我們就是 故意回來 以後講話 才可以大聲 10年的那隻賊 跟童年 10年喔 你是說10年嗎 還是10年 哪個 哪台毛病多喔 我想想看喔 你如果假設是10年 就是2009年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 擁有過Focus的新車阿 要問車主阿 可是感覺起來的話 Focus修起來 感覺有比較便宜一點 至少不用帶料阿 對不對 換到沒料要帶料 對啊 那個車主帶了兩三次料 因為我看他公單裡面 他後照鏡有帶過料 然後好像底盤的 三角架還什麼 也帶過料 那據車主講說 好像帶料是要等他 從大陸那邊寄過來 因為一等就是兩三個禮拜 所以他覺得 車主覺得帶料的部分 比較麻煩 VGA換ATFU 要一併換哪些東西阿 呃 看你是幾萬公里的阿 有人會換濾網阿 2010年的ISO 目前只有一台2008年的在檢查當中 86黑手牌怎麼賣 那一台不是86喔 你們都猜錯了 那台是Silicon的 Silicon你知道喔 就是SCION阿 塞陽啦 嘿 塞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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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不是86 那台好像叫什麼 FRS是不是 那台還不知道怎麼賣 那台不是BRZ B站嗎 62.3有車通知你 好 要注意看FB喔 好不好 現在FB是最快的 好不好 最大中的 因為那個 8891跟部落格 現在有稍微有在追了 呵呵呵呵 如果你是忠實 部落格的觀眾 你會發現 有很盡力的慢慢的 越追越快 之前落後的大概一個月 嘿嘿嘿 搞不好還超過一個多月 霸子你怎麼可以這樣 目前店裡面有什麼手牌車嗎 除了納智傑 你這樣對嗎 有一台S5手牌的 還有渡輪 呵呵呵 喔專業喔 志祥你看 我們就是有這種 鐵粉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手牌車喔 目前就除了那個 Corona 對不對 134520手牌 箭兔跟那個 有一台箭兔的朋友 四門的 兩台手牌 可是那還沒上架 還有什麼 C2 雪鐵龍C2 86 Focus兩台 喔還有一台306喔 標誌306 那個也是還藏起來的 大概就這樣啊 沒什麼手牌 手牌沒什麼選擇的 我順便乾脆這樣好了 雖然我們在做這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 問與答 破萬問答 對不對 我在這邊齁 回覆順便回覆一下 大家都有去看過我們那一篇 那個叫什麼 新馬三那一篇 然後最多人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車主齁 才開兩個月就要賣 有沒有 阿如果比較這個 常常跟著我們的這個 觀眾朋友就知道 那個車主為什麼要賣 那下面就很多留言啊 有人說 阿一定是小屁孩 帶狂還不出來啦 阿一定是什麼 買了以後 家裡出事情 有的沒有的 什麼都有人講有沒有 有時候我看到留言 真的覺得很好笑 你會發現 每個人的那個 眼界啊 狹隘的程度不一樣 其實齁 我再講一遍齁 那個車主齁 他非常有錢 他家裡有三台車 他有 在前一代的馬三 在前前代的馬三 然後還有一台是什麼 我也很忘了 時間太久了 反正他有三台車 然後這個馬三呢 他買來以後 西馬三交車 九月底交車 隔一個多月 CX30上市 然後那個車主馬上 就又去買了CX30 然後就在他 CX30交車以後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齁 在我們這個行業 我們常常會從一些 小細節去判斷這個人 有沒有實力 怎麼樣叫做有實力 先不要說家裡有三台車 還是幾台車這件事 光我在跟他聊天當中 我說那你CX30交車了 他說我CX30 早就交車一個多禮拜啦 我跟你講齁 正常的狀況啦 如果你是一台九十幾萬的馬三 要換CX30 大部分的人會先 把那個馬三 累現金 賣掉你才有錢 來買CX30交車嘛 對不對 你CX30才有尾款嘛 甚至有的要先累掉 才有定金給下一台CX30的新車 所以通常 像這種 沒累現金的 跟你講說 喔 我新車已經交好幾天了啊 啊我是想說 啊家裡這台可能也開不到 就開來賣 有沒有 傷誰 對不對 人家新車已經交車一個多禮拜 又有車位 對不對 有的是沒車位 說啊不行我交車了 我只有一個車位 我沒地方停 我要趕著來把這一台 馬三賣掉 不是 他也沒有在煩惱停車位的事情 人家就是覺得 想了一個多禮拜 啊好啦 啊不然小師 常常在電視上 節目上看到 覺得好像人品還不錯 那我們去跟他了解一下 對不對 那電話給我 我就說 欸請一定要賣給我 為什麼 因為他在跟我通話的這個 期間 我第一個想到的 不是這台車 我可以賺多少錢 第一個想到的是這個 拍成影片 流量隨便都破20萬 欸其實 我真的覺得我的出發點不太對 我怎麼會是先想到流量 反而賺錢這件事情 沒有想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 變成YouTuber了 怎麼辦 思維不太一樣 每次喔 孤車第一個想到 欸這個有流量 這個有流量 而不是說 喔這個 買回來可以賺很多錢 對不對 一買一賣可以賺差價賺很多錢 不是 怎麼會變這樣 我都吃到這個會手啊 我還在做這種事情 不是啦 我是車上 我還是要靠車 維持呼吸啊 不然拍那個怎麼會賺錢 開6年後賣掉或報費 推薦什麼 20萬內的代步車 那個博勳 我覺得很多那個 國產的不錯 欸我認真回答一下博勳喔 我覺得像那種 COPLUS啊 或者是 artist啊 你買個 國產的日系的車 基本上都蠻OK的 很久沒看小愛 不要了小愛那個 我想要換一隻了 我想要換一隻那個 真 現在還錢還賺不夠 啊不然這樣啊 集資啊 募資了啦 太散募資開下去了啦 喔大家募資來買一隻領針板的啦 沒聊一下 像哥那個 沒什麼好聊的啦 RX4 RX450H 我跟你講這種車 像昨天有一個人私密我說 你要不要彈一彈 比如說 GS 因為他知道我做過CT ES GS 有的沒有的 就是沒做過 他知道我沒做過GS RX他也知道我沒做過 他說 這個 問我做 我說這沒什麼好做 RX450H 很簡單欸 新車就是快300萬的東西 啊現在就是剩五六十萬 那你車礦 你只要買到車礦好的 里程數不高的 或者是電池的費用扣下來給你 電池一顆 原廠大概是八九萬塊錢 那你只要確認說 這個里程數 這個價格合理 那電池的價格也扣下來了 你就可以買了 啊那個車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對Lazos的車 一概都是一樣的 好昨天有一個網友 他就是私密我 他說 Lazos沒有你講的那麼不堪啊 雖然我很想回答他 你一定沒有認真看我的影片 因為我並沒有把Lazos說得很不堪 只是說 他的這個 他的意思是說 Lazos操控也不錯啊 你為什麼都講 喔好像G35才是車 Lazos都不是車 啊很簡單欸嘛 啊林志玲你就做得好啊 對不對 啊林志玲好好啊 好好的你不做林志玲 林志玲你要去當搞笑藝人 OK 那不是很搞笑嗎 你Lazos你就是一個妥善率高 舒服安靜的車子 你就乖乖的做好你的本分 啊你要去跟人家說 喔我操控多好 你不是自己找麻煩嗎 所以喔 其實我從頭到尾 並沒有說 Lazos這個車啊 重點是你的出發點 你今天要買一台家庭用車 然後以二手車來講 你享受他的大折價率 你覺得他的稅金啊 油耗啊 剛好 油電又可以幫你share掉這個 大西西數油耗的問題 享受這個200多萬的折價 啊你都 200多萬折價你都拿走了 請問你要擔心什麼 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啊Lazos的妥善率你還有懷疑 那我不知道你要買什麼車了 我覺得簡單講就是這樣 開野馬去環島 野馬怎麼就上架了 啊因為我老婆做了覺得不舒服啊 她覺得太殺了啊 我在加速的時候 那個人肉限速系統在旁邊就一直作動 喔那個 5000的真的很爽 那個你腳都已經發抖軟掉了 他還沒有要衰退的意思 那個加速度 0到100 5秒鐘以內 好不好 當然啊 因為你不是只有稅金的問題啊 博迅 你除了稅金以外 你還要考慮到 後續的保修跟油耗的問題 所以並不是一昧說 喔我不用繳稅金 就一定買大西西數 就是正確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啦 如果以舊型的Lazos來講的話 唯一我會覺得開起來有一點 覺得蠻興奮蠻開心的是 最舊款的IS300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娶了你我就沒有開法拉利的命 這就很像喔 那個有老婆啊 問老公說 老公如果以後你有錢了 你會不會去找小三 老公很堅定的幹什麼 不會 老公很開心說 為什麼 因為有你的一天 我就不會有錢 呵呵呵 16的VTISFIT 跑3萬 賣40以下值得收嗎 值得啊 幹好便宜喔 16年的 不是S版的 算合理啦 可是可以買 40萬以下也是很便宜 小四為什麼不推ARIS 上次網友說要買 你叫他不要買 我也忘記他是 跟什麼東西比的耶 可能是因為空間吧 還有第二個我覺得他 有點貴 喔他說跟ST比喔 STLINE嗎 當然要買STLINE 為什麼要買ARIS 那那個是CP值的問題 就是可能 我自己本身開起來的感覺 還有整個內裝的鋪陳 我覺得STLINE的CP值比較高 我自己的感覺 好不好 參考參考 不是不推 不是不推 所以不是說我不推ARIS 好不好 你不要害我接不到業配 這麼有錢 怎麼不會想玩雙B 對啊 所以其實齁 我覺得 一人愛一味啦 真的啦 一人愛一個味 不是說你有錢 你就一定要去買ARIS 買保時捷 我也看過很多 非常有錢的人 在開普通一般的車子 甚至是那種 20幾年的卡路拉 有錢的鑰匙 我覺得車這個東西是這樣 那跟房子一樣 有人覺得房子就要住得很舒服 很舒適 對不對 又大又寬敞又明亮 又舒服的沙發 那你像我啦 我都覺得齁 房子就跟鋁社一樣 為什麼 下班10點11點回去 動摸摸西摸摸 啊辛苦小小也要睡 隔天起來又要出門了 我就覺得那像鋁社一樣 我就覺得房子還好啊 啊有床可以睡就好 你用中共側邊的裂縫 可以請我們幫忙鎖嗎 可以啊 可是 你要簽這個 免責聲明好不好 就跟那個要去醫院開刀一樣 就是我如果幫你鎖了 啊他裂開了 我們不負責 沒道理 欸 你去醫院對不對 醫生要叫你簽那個 同意書 啊冠險 你那個尼用來 叫我幫你鎖側邊 你也要簽同意書 如果鎖一個 又裂開 那我們不負責喔 好不好 這無法預期的 塑料有點硬化脆化了 我很怕再鎖進去又掛點 0607小改 060不小改都能買啊 那個車便宜啊 你像現在0405的都剩120萬而已 啊0607對不對 再貴個120萬 怎麼不能買 車那麼便宜耶 那新車多少錢 那Sport新車一台多少錢 你們自己去查 不是因為我這個人喔 你要說我這個實際面也好 可是其實我認為 買車本來就是還是有一點情感因素 前提你要喜歡嘛 對不對 可是喔我真的我有個80萬 我不要去買新車 國產車小台車 我去買那幹嘛 我去買喜美幹嘛 買喜美9代 有的沒的 給你說1.0T 給你說什麼T T來T去 我有80萬 我就花40萬買一台FX就好了 喔稅金好貴喔 幹他40萬 你都省起來 你去繳稅金嘛 不然你就把自己腿打斷嘛 去申請常常手測 啊記得斷左腿 不要斷右腿 斷右腿沒辦法開車 對不對斷左腿 OK還可以開自排 很多人聽不懂那個數字觀念 我真的覺得很好奇耶 為什麼會聽不懂意思耶 我講了啦 有人覺得車就是移動就好了 那就好了 但是你不要去質疑人家買FX35 這種人才是噁心嘛 你管這樣那麼多 插小人 屁股要窩了老火 我窩了窩了老火 你鼻孔挖流血 幹你屁事喔 我要把我鼻孔挖流血幹什麼事情 我爽啊 我挖挖流血 哇好爽 小鴨汽車美容 整理地毯沒問題啊 可是可能要跟柯屁約 好不好 私訊粉絲約啊 奧德賽妥善率高 二手價高 上次有分析過 2015年的奧德賽 新車165萬的 跑5萬公里 白色的 售價120萬 16阿提斯跑9萬多 有點多耶 3年多跑9萬多 1年開3萬 呃 要看等級啦 阿提斯 那個浩浩 要看等級啦 16你如果一般中間版的 新車大概60幾萬 70萬那個等級的 應該還有40萬吧 可是 里程數多 我就不一定 就要看人家願意出多少錢買 用公司登記買二手車 有比較划算嗎 沒有划不划算的問題啊 其實你如果要站在 抵稅的立場 你要買新車比較划算 長租車比較划算 二手車沒有比較划算 CVT妥善率 OK啊 阿提斯CVT妥善率OK啊 目前還沒有修過 不要講歐不OK啦 反正我還沒有修過啊 國產五門小車我最喜歡哪一台 你說大概多少錢 給我個range好不好 八十萬內 哇好多喔 八十萬內 國產五門小車欸 好啦 那我們就以新車來看好不好 八十萬內 CP值比較高 應該是發比亞 我覺得發比亞CP值好 我自己喜歡的話 我可能會選 Swift吧 Swift其實我開起來有點不喜歡 說實在 它那個 不知道是渦輪池字啊 還是那個 變檔有點頓頓頓頓 我是開起來覺得 發比亞 或是 Polo那一類的 我比較喜歡 S-Trade喔 我講真的啦 S-Trade要買三年內 最好是買大概 一兩年的就好了 CP值高 我昨天電視才講嘛 我那台新車是 八 欸八十八萬 然後我現在賣 我開價是開六十六萬 可是正常成交價 我覺得會在 六三 六 到六五這樣 所以等於你八八 減掉 六五好了 已經差了二十三萬了 一年的車而已 對不對 那個車才有CP值啊 0930 一歐2.0 可以賣多少 那舊款的欸 十幾萬啊 欸那時候2.0 是不是有七顆安全氣囊 我印象中 有IKEY 有七顆安全氣囊 是不是 那個我很喜歡欸 那種才叫CP值 一二十萬買到氣囊一堆 欸其實雅哥 不要說是幾年到幾年啊 我之所以現在會比較常賣 03到07 是K9真的太老 一台車雖然好 設計的好 底盤設計好 引擎設計好 都OK 耐用度都OK 以K9來講 可是真的喔 人年紀到了 很多以前的老車其實都很好 可是年紀到了 有一個就是 你需要花費加倍的時間 或是加倍的金錢 去照顧他 除非你對他很有愛 那你如果不是那種 玩車對車很有愛的狀況之下 你把它買回來 你還是多多少少希望 它幫助到你的生活之下 那你還是不得不像這個年紀低頭 那03到07是因為 除了年紀比較輕以外 那那個底盤啊 什麼引擎的輸出啊 那個大家自己都查得到啊 的確它開起來 我真的覺得它的 人家說底盤好 它就包含在你開啊 轉向啊 操控啊等等 空間我覺得都表現得不錯 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比較認真有看我的資訊的人 你會發現 03到07這個雅歌 我通常只賣頂級的 因為那時候的頂級的 有四個安全氣囊 恆溫啊 電動椅啊 天窗啊那些都有 定數啊那些都基本都有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 那個年代 CAMERY 你買到G版的 都沒有四個氣囊 好像要買到3000的才有 我印象是這樣 你要小資組 要有需要空間 好照顧 開起來又舒服 妥善率不錯 我覺得雅歌 那是十幾萬 一二十萬 二十萬以內 買得到 那很棒啊 我再跟大家講 一台車 就算你覺得他剩下十萬 一台比如說2003年 15年的車 16年的車 你回來要花個五萬 去整理 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very easy 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四支避震器就什麼 一兩萬就不見了 一支我們算3000塊含工 那已經很便宜了 三四就十二 一萬二 假設你回來輪胎 要再換一下四顆 又一萬多 這樣就三萬了 對不對 碟盤再換一下 來影片再換一下 對不對 水管有的沒有再換一下 那更不要說烤漆了 你如果整台車要烤起來 兩三萬又不見 你隨便要花超過五萬塊 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通常 超過十二年以上的管轄 我都會給大家一個Range 很多人在網路上傳訊息給我 問說 小事哥 十三年的什麼車 多少錢能不能買 我說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能不能買 這個從五萬到十五萬 甚至到二十萬多人在賣 那差別就在於你回來 哪些事人家整理好 你不用整理 哪些事你買回來 你要自己整 我沒看到東西 我沒辦法跟你講 能不能買 2012年呢 馬自大山2.5還是值多少 四萬公里 2012年 應該在二十五到三十萬吧 氣囊一堆要會開啊 不然重量滿裝飾 看過重到不開的 重到不開的 重到不開的他就 你在開的時候就會亮燈了 除非有一些無良的人 會把燈泡拔掉 以前老車最常幹的就是 貼膠帶 把燈泡拔掉 你就看不到故障燈亮 通常 氣囊不爆 應該要會亮故障燈 CT200跟神A比較推薦哪一台 看取向啊 如果我要代步的話 我會買神A 二手1.0伏特小肥 推嗎 不推 我不喜歡 不是不推啊 看我店裡也有耶 大家都不來買 我是說我不喜歡 不是說推不推這件事情 我講過了好不好 我喜歡我老婆 不代表其他人 應該要喜歡我老婆 直播打DSG 躲散率OK嗎 現在新的 我還不知道耶 舊的那個舊款的 好像有聽過一些災情 新的我還沒有聽 2.0 2.4中古車長的CP值高 2.4 CRV 2.4 童年份馬五和IMS要選哪一台 哇這難喔 選車況好那一台 不過馬五啦 馬五比較薄 可是這種東西你看喔 你現在買馬五比較貴 IMS比較便宜 啊你以後賣的時候 還不是一樣 馬五賣比較好價 IMS也是賣比較便宜 可是馬五開起來可能爽度會比較高 因為它內裝的 鋪層跟外表的感覺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遜 主觀的主觀的主觀的 主觀的好不好 CRV 和IMS比較推哪一個 哇這很難推耶 這個要自己推了 自己選好不好 看你喜歡哪一種 代步車為何不是CP200 沒有 神A比較輕鬆 我坦白講 你如果以CP200跟神A 為什麼我會選神 我如果只是要出去 Follow我就走 沒有我就加 洗來洗去 去夜市仔 哪裡停的 差勒 哪裡 那邊路邊停車 有位置就差了就停了 輕輕鬆 啊錄到啊錄到啊 好啦錄到 有沒有就這樣輕鬆 這個是整個心境上的表現 而且 我覺得阿提斯開起來比較輕快 輕輕鬆鬆啊 不用想太多 這種就是一台不用煩惱 不用疲勞的車 你買一個CP 對不對 你心裡還想說 啊我這Lacos欸 結果跑起來嗎 也跑不過人 引擎轟轟叫 還要擔心電池什麼時候會壞掉 有的沒有的 對不對 你要想會不會被幹 我這Lacos欸會不會被幹 有沒有 啊錄到啊 喔我這Lacos欸 有沒有 那感覺不一樣 不輕鬆 你如果今天只是要輕鬆代步 阿提斯就好 輕鬆血液 都什麼都不用管 好皮帶要換 欸換掉了200塊300塊 電品沒電啊 好千八塊 換掉 東西就是便宜 06年二代CRP中古車 大概會收多少 10萬左右 欸我上次本來要買一台 回來試試看看 可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買 因為我上次有遇到一台 可是買書人家 我本來想買一台七人座的 回來試試看看 結果我沒有遇到 性能車該注意的是像 要買性能車要注意的是有沒有改裝 不要又改裝又改回來 還有一個就是性能車的 試固率 會比一些家庭房車來的高 而且他的事故 通常都不會是輕微 還有一個就是說 有些人在改車的時候 比如說 以GOV來講 一階二階三階 原廠是有規範的 你改一階他會要求你的輪胎啊 煞車要升級到什麼程度 才可以再繼續改二階 繼續改三階 但是因為現在外面有很多的 改裝廠會幫人家修改電腦晶片啊 改軟體啊等等 那你如果是一個年輕人 你在沒有太多錢 太多預算狀況之下 你又去找便宜的人 幫你升級晶片 幫你升級晶片 你的輪胎尺寸 你的煞車等等的 你都沒有 甚至進排氣 你都沒有去做進一步的強化 再去解除掉限速 解除打超壓 有的沒有的 那你的車就會變得很虛 五年內的阿蘭多 插出來的身體的CRV 這幾句休息車的推向哪些啊 如果以新宴提出來這幾台車 你可能只有CRV可以買 我們都站在這個經濟為出發點 好不好 沒有其他的意思 第三年的MK3不過1.6 這5萬收購價多少 應該剩下二幾萬吧 FIT3 馬自達2 Yaris三台 CP值順序怎麼看 你看這三台車喔 FIT 馬自達 Yaris 你如果要論CP值的話 我覺得是Yaris 為什麼 因為這三台車裡面 Yaris最便宜 最好照顧 妥善率也不錯 零件也不貴 單就於CP值 花這樣的錢 他給你這樣的表現很棒 我可能如果以CP值 我會把Yaris排第一個 第二個排馬二 第三個才會排FIT3 因為FIT3我覺得真的太貴 價格高於價值 我覺得 他也很棒喔 他也很棒 可是 我還是覺得超過 他應該有的價格 不會 因為烤漆比較便宜啊 為什麼要杜膜 烤漆一台也才2萬塊而已 其實很多人 杜膜或貼膜 是想要保持元期嘛 對不對 那今天我坦白話講 站在小四的立場 我們一台車 對我來講 這你們也要自己評估 一台車 我已經買的是裝股的 第一個 其實我之前買新的賓士 我也沒有杜膜 也沒有貼膜 其實我覺得很多 買二手車的一個 思考邏輯是 就算你現在來跟小四買二手車 小四整台都烤漆過了 你說這不耐用 這個五年 就怎樣了 可是大多數買二手車的人 基本上 我的經驗 我的客戶 五年內都會再換車 他只是一個跳板 他只是一個過程 只是一個過渡而已 對我來說 鍍膜或貼膜的錢 是浪費的 鍍膜跟烤漆差不多錢 貼膜比烤漆還貴 那我為什麼不開個兩年之後 我做一個全車的烤漆 換個兩萬上萬 然後我又可以開兩三年 如果真的我還擁有它 我再烤 OK啊 如果我賣掉了 我就不用烤 那我為什麼要去貼膜 我不知道 我是不太懂 但是這個可能可以刺激 一個經濟人 流動還不錯 童年喜美跟神A選哪台 看是他開怎樣的啊 我還是會選神A 講不到了吧 神A在我心中分數這麼高 馬斯塔山跟奧特維亞哪台車CP值高 喔CP值高一定是奧特維亞的 16變速箱調過還沒小改款 他那車的問題就是 我上次好像影片有講 我上次有一個14年Code Plus 我去台中收回來那台 裡面其實有講到一些問題 比較問題的就是這個 打倒檔的時候 會要回原廠去更新 那個變速箱的韌體 因為它打倒檔的時候真的會 感覺很像變速箱壞掉 其他開起來我倒覺得還好 就是一個表現很OK的一個代步車這樣 渦輪車渦輪快壞掉有什麼徵兆 噴煙啊 或者是有聲音啊 機油會少啊 Alfa Romeo我現在不敢買 我現在買了一大堆車都沒有賣 你知道嗎 如果最近有來我店裡的朋友 應該知道我這邊 沒有辦法回轉 車進來我公司已經沒辦法回轉 我坦白說 是柯P他們都不好意思說 說老闆都留了一大堆車 不知道創他小 我店裡面幾乎有三分之一的車 是放在那邊沒有在賣的 所以我再弄老Alfa回來 他們應該會跌倒 會覺得這個老闆太任性 呵呵呵 我真的很多車放在那邊都不賣啊 也沒有整理也沒有空整理 我已經快跟小七哥一樣了 小七哥人家還有租倉庫在放 我沒有 我就這塊地而已 PS變速箱要怎麼開喔 一般他們都講說你要用成自首牌嘛 我後來發現其實 它跟DSG很像 就是你常常停停走走的時候 很容易過熱 那過熱就會產生一些故障 我覺得這樣也很本末導致啊 我如果跟你講說你盡量不要換檔 都一直開高速公路 這樣也很奇怪 幹我買一台車回來 我不能換檔 我要盡量少換檔 我要盡量不要塞車 我只能開高速公路 這樣也很奇怪啊 齁 啊他們是說如果在換檔的時候 你能用手動的方式 強制它更乾脆的換檔 可能會減少一些離合器採放的那個 結合時間這樣 比較不會壞 齁是這樣講 還沒收過最新阿 沒有欸 最新阿體質還沒收過 我有遇過一台 我有估過一台 那價錢喬不起來 後來被別人買走 我還知道賣去哪裡 反正現在車主都這樣啊 反正就來我這邊丟訊息 小事物有一台幾年的什麼車 呃你估多少錢 然後比如說我跟他講55 然後他就再去問別間 到處問每一間問 啊報最高的就得標這樣 沒有原本就算了 沒有啊 其實那生鏽問題還好啦 我有看過就小點點而已 處理一下就好了 第二次變速箱 保固延長到10年24萬公里 買回啊二手回來 有沒有辦法跟保固 有啊有辦法跟保固啊 我們一直都在做啊 而且其實我們的Fiesta 我們的Focus 交車之前 我們都會幫你們先 再回原廠去做好所有的檢查跟紀錄 我才會交車 所以你不用擔心 好不好 MK2如何帥啊小潔 TT帥啊 買了就對了啦 中古車有看到有車禍過 怎麼樣情況不能收 Benson其實一般這個就是會有一個標準 我們這有一個標準 就是怎麼樣算是表皮的 怎麼樣哪些地方的更換 板金算是一個重大的結構 不是說結構有受損一定不能買 而是 現在我覺得中古車最大的問題是 他有受傷 他沒有反應在價錢上 他也沒有跟你講 那個才是問題 如果都有講他不是問題嘛 對不對 歡喜感玩嘛 但是換檔撥片呢 有可能不一定買得到 但是基本款呢 應該25萬 現在有到這個時候 0809的三角燈呢 小肥CP值高嗎 我自己一個好朋友 他有B&W在開 那他覺得他的B&W里程數有點高 那他又跟我買了一台Fiesta 1.0 去做一個上下班通勤的代步車 那基本上 目前以他開起來 他對這個車還蠻讚譽有加的 就是他覺得說這台車在山路上面的操控啊 馬力啊 或是省油啊 妥善率啊 其實都蠻不錯的 你如果買一台車你需要空間 那不要買Fiesta 因為Fiesta真的很小 那你如果大多的時間 就是一個人兩個人 你跟你女朋友 或是反正不會再滿座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一台很好用 躲散率還不錯 然後很好停車 開起來沒有壓力的車 CP值算高啦 因為他安全性 操控性底盤 我覺得都還不錯 而且買到頂級還有六個氣囊 好啦 時間差不多了 晚安啊 掰 大家晚安